培根、香肠等高油盐加工食材正是中秋烤肉的菜肴之一 搭配烤肉酱重鲜口味刺激民征味蕾 但很可能您的这餐热量就爆表了 也摄取过多的食盐 如果又没有均衡搭配 就会导致膳食纤维量摄取不足影响健康 因此北市卫生局邀请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营养师 分享烤肉健康饮食及选购食材小table 快乐烤肉当下也减轻负担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选用低油盐的一个食材 那当然我们其实在整个饮食里面 是希望这大列饮食都可以均衡的摄取 所以像玉米、地瓜、马银鼠这种圈骨跟筋类 可以多多食用避免精致的一个淀粉 那当然肉类的部分的话 除了肉类以外其实海鲜类 甚至我们还有豆制品都是属于高蛋白的一个食材 那当然在烤肉过程之中 这边也举例我们常应用的一些蔬果 那可以在烤肉过程中把它搭配进去 那当然在最后也不要忘了说 也会补充一些水果像柚子和火水 里都是当季的一个蔬果 来增加我们纤维的摄取量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在处理的过程之中 要正确处理可能食安康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个当然蔬果的部分 因为我们是要用清水去做清洗 那当然如果是可以浸泡个10到15分钟 然后再冲洗这样是最好的 但是另外一个要提醒 中秋节其实天气气温还是有可能会高 那尤其在烤肉过程之中 我们把肉类跟海鲜呢 如果是没有适量的一个温度保存的话 其实都容易造成细菌的滋长 所以我们会建议呢 就是海鲜跟肉品要放在保鲜盒储存在冰箱内冰存 那最好是分批适量的取用 因为有时候好多时间一长 一直在阳光下铺在 容易造它的一个变质 那最后的话就是 我们尽量就是少吃加工食品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是用原食材 例如说瘦肉片鲜虾鸡腿 来取代已经加工过的 这种供完香肠培根之类的 来达到我们就是 少吃一件高油高塩的一个加工食品的一个目的 那第三个配方呢 就是我们蔬果建议各半 其实现在大家饮食习惯都蛮常摄食一些生菜的部分 所以其实在烤肉过程之中 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美生菜或者是罗曼生菜 来卷一些烤过的肉片或者是青帮菇 那当然也可以是加入一些青葱跟洋葱一起烤 那当然鸡肉跟豆干的话 其实跟香菇、角白笋、彩椒这些来做串燒搭配都还蛮好比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蛤蜊的部分 那常常我们会跟丝瓜或者是用金针菇 用铝果泽方式包着烤 那其实这样做吃肉的过程中 我们还是可以增加一些蔬菜的一些摄取 那第四个部分就是少大多鲜 刚刚有提到其实在酱料的使用上面的话 我们还是要多多的一个注意 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的话 我们营养师开发的一个鲜酥沙沙酱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食谱设计 刚刚有强调吃东西还是以原食材为主 所以在食谱设计上我们还是用原食的食材 来做所谓的一个酱料的一个制作 那当然它的一个含辣量的话 它只有市售烤肉酱的16%而已 可能大量减少盐分的一个摄取 那你们如果仔细看的话 这个酱料除了来搭配肉类以外 就是你拌生菜、沙拉这些 都是还蛮不错的一个口味 那当然在喝饮料的部分的话 也尽量避免精致糖类的一个添加 或者是饮用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鲜果的原始的一个甜味 来做我们的饮料的一个调味 所以推出一个鲜果冰砖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你还可以再添加一些 比较有酸食纤维的一些食材 或者是蔬果进去 它可以增加肠胃蠕动 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在月饼的选择上 我们其实月饼的部分 除了要留意它的制造日期 或者是保存期限外 那如果它是完整包装的食品 它外面都有营养标示 那你们可以透过营养标示 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产品 那当然我们现在一个月饼的热量 大概就是500到600大卡之间 那在我们其实会建议说 当我们在一个餐后的点心 一般我们营养师都会建议在300大卡左右 所以这样的一个月饼来讲 事实上如果自己一个人吃一个 它的热量都是超过的 那我们还是建议中秋节不免吃月饼 但是跟亲友一起分享 那吃完月饼跟烤肉之后 也不要忘了要运动 来消耗多余的量 也有助于肠胃的动 那这次以上营养师对于我们中秋节烤肉 跟月饼吃用的一个地名 而中秋廉价民众也不免外出聚餐 卫生区在室内月饼制造业 烘焙专卖店超市及餐饮店家等 进行应景食材抽验 总计抽验101件 有11件产品检出农药不符规定 那这次总计抽验的101件的产品 那其中有11件都是蔬果 它的不合格的项目是 农药产品不符规定的部分 不合格率是11% 那这次101件的商品刚刚提到 有23件跟中秋月饼相关 包括月饼、鱼肉碰、蛋黄酥 或者是凤梨酥、或者是烘焙馅料等等 那有70件是常见的烤肉的硬底食材 那刚刚有提到肉类、海鲜、蔬菜、 加工品、然后豆干、米血糕 那大概还有4件是酱料 还有4件是烤肉容器菌 那依照它的一个产品的性质 来做不同的检验项目 那这一次11件产品中 都是蔬果残留不合格 其中包括芹菜跟青椒菜各2件 那甜椒、白萝卜、白姜果、青花菜 还有就是芥蘭菜、檸檬跟米豆各1件 那我们看了一下这些产品 它的一个来源都还是来自于 外縣市的种植 所以我们已经依所来源的一个 所在地的部分 已经所辖了县市卫生局进行后续的调查 那如果经查证属实有农药残留不合标准的部分 就是依据我们实案法第15条的规定 同法第44条 储新盘币6万元到2亿元的一个罚款 那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 就是在选购月饼的时候 还有就是礼盒的时候 那还有我们深陷市场的时候 还是以幸运良好的一个店家来进行购买 那当然尽量购买就是完整包装跟标示的一个产品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要提醒 因为其实廉价的期间 在购买食材的时候都会量会比较大 所以包括你的储存温度要特别的注意 那冷藏在7度C以下 那一般热存食物的话是60度C以上 都可以避免一个基金的滋涨 那大家也可以保存它的一个品质的部分 另外抽烟酱油酱料类项目 也发现有一件标示茶盒不符规定 提醒消费者在选购产品时 要注意标示与制作存放环境 避免花冤往前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